你吃不吃 乐乐 你这买的什么呀 我天天只能吃着炸鸡腿 都快吃吐了 我这可不是买的啊 是我爸送过来的 他说这家王氏私房赛 天天不成样 你爸还专门给你送饭啊 这待遇太高了 像我呢 老爸 就知道给我签 叫我想吃什么买什么 富外可买不到啊 你看 我爸给我红烧的排骨 还有水晶虾仁 还有下火的桃子 还有酸奶 真香啊 要么你给我照一下 我发个朋友圈 晒晒你的富爱 知道你眼差 谢谢 就不给你 现在你也知道了吧 这个世界上 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啊 真是小人得志 以为自己抱上辅导班之后 就是女神了 那当然 我一定不会辜负老爸的希望的 你爸的钱 也是我爸给的 要是让全班的同学知道 第一名的爸 再给倒数第一名的爸打工 那全班肯定炸锅 你太不厚道了 那是英国这世界上 本来就分天和地 我爸就是天 你爸就是地 你别得意啊 这事倒提醒我了 今天老师布置了个作文题目 说什么写一个励志传奇 我就写一个 有骨气的屌丝老爸逆袭的故事 也许你爸才反面典型的 到底谁是反面 咱们走个瞧 老哥 你说我跟小宝这么做 明明是为了公司做的好事 怎么反倒让老板给骂了一顿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怎么都黑白颠倒了 我真不想干下去了 可是一想了小宝 我还是得咽下这个恶气 老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装孙子做虫 还是继续做我的王大龙 你倒是说话呀 不吭声那就是支持 那好 那我得继续跟这帮恶势里面盖下去 我坚信 只要我干正道 我把超市促销那套办法 用到棋牌管理中心上面 就一定可以给他们带来效益 老松 我知道你挺我 你等着为我摇旗呐喊呢 有你在 给力 我王大龙永远是逼个追根王 我明日一早 我就找庞飞去 这可是你让我去的 到时候别赖我 什么 你这么早来找我 就让我发这个通知 还要做一个 进度的宣传专栏呢 没错 这件事情很重要 赶紧去办吧 你什么口气啊 怎么听上去 像在你给我安排工作 咱俩就不要分你跟我了 只要你开一下金口 大不了我受到委屈 宣传栏我来做 替你撑那钱 黑板报也行啊 我有经验 我以前做了多了去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的企业精神 给你发扬光大了 咱们不但能挣钱 还能挣来好口碑 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知道 我们假天下 不是个一般的公司 它是个不一般的公司 不但有诚信 还有社会责任感 我真的是碰到高人了 这么努力指挥老板的员工 我还是第一次接 你算是开股了 我就是第一个 救命 宗泽 今天晚上下辅导课 就早点回家 我要加班 别让爷爷担心啊 妈 爷爷今天肯定不在家 为什么 你难道不觉得我爷爷 最近有点反常吗 早上弄个生日蛋糕 还在上面插把刀子 真的 还有这事 我还听见他联系过杨老玥 什么 养老院 真的 那也不一定 我看见爷爷没拿酱鸭药 也没拿手机 怪不得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呢 这可不是件小事 我得马上联系你爸 爷爷可不是我气走了 别赖我 知道了 这孩子 好好学习啊 宣传来我是一定不会做的 我绝对不会断自己的财路 这些不甘净的钱 这是歪财 你发不了家的 你不要命令我 齐派中心怎么经营 是我说了算 你说了不算 我告诉你 派出所可都挂了名了 从今往后 那些毒鬼们不许上门 他们不来 我们怎么赚钱啊 难道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啊 你怎么不赚到钱也儿里出了 这种黑心钱他不能赚 钱就是钱 不分黑白 也不分姓彭还是姓王 你不赚 有很多人想赚 快走吧 别看了 回去工作 走走走 都走 都别看了 你这么赚钱 我就看不惯 我就非管不可 盛哥 帮我接电话 好 彭总 喂 你好 现在彭总不方便接电话 是你 黄菲为什么不方便接电话 他就在你身边 我已经听见他说话了 这是家务事 老婆和老公讲的话 是一个外人可以转达的吗 一大早来了个催命鬼 今天不知道还得多倒霉呢 我不是催你的命 我是催你赶紧走上正道 我是在救你的命 我的命不用你管 彭总 不要罚我 我还没有讲完 王大龙 我没犯法也没逃睡 不用你在这儿跟我谈什么良心 更不需要你一大早就来给我上什么思想品德课 彭总 你别烦他 我还没说完呢 今天我还就得给你上上课 做生意你是老大 可是做人的道理你还真不及格 林娇阳都说过 做人得有原则 做生意更事 别烦我 我还没讲完 林娇阳 他跟你说过什么 报纸都曝光了 他现在幸灾乐祸还来不及呢 他不是幸灾乐祸 他是想帮你 比如说我吧 我就敢顶端老板你 我就敢揭你的短 说明什么 说明我做人有原则 抓住的事 我没有骗你 我也没有骗我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胳膊肘光外乖 冯总 用不着跟那么紧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 着急说明你心虚 林娇阳是对事不对人 他这么挺我 我更有底气跟你这么掰扯 贝贝 咱赚钱 咱更得赚口碑 今儿我啊 还就得看你把命令发下去 从今以后 棋牌中心戒毒 而且还要把那些 混在咱们公司的内鬼 扫地出门了 什么内鬼 沈三姐的老乡 你说谁呢 说谁谁知道 同北 就那个叫什么姓什么氏的那贱人 他跟那些毒鬼 混得是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而且还挑作那些混混来闹事 他这么嚣张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背后一定有人撑腰 王大龙 你凭什么说是施剑君 这可是你自找的 我说的这些事情 可都是那姓氏的什么贱人亲口说的 他还说 你彭飞 一切都得听他的 你当然在场吧 宋小宝可以作证 这话一股都破气味了 彭总 他胡说八道 王大龙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搅和我的业务就算了 你还搅和我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是老同学 我就 你怎么样 你要开除我是吧 我早就说我不干了 你还非死结拜来留下我 好 你在开除我之前 赶紧把那些害群芝麻给开除了 免得他们给你再添更大的乱子 王大龙 你别使坏啊 彭总 您不能听他的 咱们棋牌中心 已经赶走了好几个经理了 要不是施剑君跟他撑着 业绩肯定下滑 他不能走 坚硬小人哪 彭飞 你可是老板 公司可是你自己的 你用错了人吃亏的是你自己 你想想看 上次你儿子 踏得淹死 这次 踏得让警察封了门 你可是老板哪 你说你这老板当的 他三你可不能二啊 都出去 让我好好想想 彭总 王大龙他这家损人不利己 我告诉你王大龙 你要是再诽谤别人 别怪我对彭总的朋友 不客气啊 可你妹 你以为你谁啊 你以为你当上了 彭飞的提身助理 你就当上了郑公娘娘 你放心有我在 你当不成 你大爷我吃的唾沫星子 比你吃的白米饭多多 听哥一句话才能吃饱饭 当三儿没好下场 你恶心不恶心啊 谁是三儿 你别睡口喷人 恨你妹 我说的就是事实 你这巴掌没小爱吧 脸还疼不疼啊 不疼我再给你赏一下 我这一嘴巴拍下去 脸上能刻我个字 不许当三儿 王大龙 你太过分了 我们两个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开不开石剑军 我说了算 彭总 您听听他说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连您一起侮辱了 我以后真没脸 在这间公司干了 王大龙 别以为有林娇阳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开除你 开启 什么意思啊 滚 滚滚滚长江东湿水 浪花淘尽英雄 不干了 林娇阳 林娇阳 你在这干嘛 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没听见 没听见 是没听见 还是不想听啊 林律师 彭总 你真厉害 为了这么一个助手 保住他自己的饭碗 在这么多员工的面前 这样对你的老同学 亏你能做得出来 作为一个观众 我都看不过去 我拍了视频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 真不愧是专业律师啊 看到没有 铁证如山 你就重色轻友吧你 全都给我出去 那我先出去了 好好聊 千万别吵 三妹 你等等我 林娇阳 我不需要一个领导 随时来监视我 监视你 我为什么要监视你 你觉得我有必要这么做吗 我不是很想来你的公司 今天来这儿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告诉你 无论你多忙 都要回家看看 现在连你唯一的爸爸 都不关心 他不见了 你都无动于衷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你又跟我爸说了什么 他又要离家出走啊 你别以为有一个混伙给你撑腰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你别以为有一个混伙给你撑腰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不算 你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 整个一扫不清 你看山山岛 看河河根 看鸡鸡死 看狗狗犯 长得丑不是你的本意 是你妈生的时候 随便发了体检 你活着就是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现在就是浪费人民币 美丙 啰 如此